接著就進入我們的重點 叫做發電機 發電機就是電磁感應 磁場發生快速的變化 於是就會有所謂的感應電流 就產生了電 所以它是用電磁感應 所以它怎麼樣它有磁場的變化 現在是讓它轉圈圈 所以讓它轉 所以轉就是一個運動 是有動的 轉圈圈 轉圈圈 時常發生變化 所以它是什麼 動 動能變成電能 所以什麼 earth 力學能動能變成電能 跟前面講的那個馬達是相反的 馬達給它電讓它會動 是電能換成力學能動能 我們寫一次力學能換成電能 這是有人會問的問題 誰換成誰 發電機 電磁感應 vå 它的構造 一樣,有人會問 交過了狀況跟前面的馬達類似 有一個提供磁場的叫做 廠食點 然後中間有一個線圈叫做電書 然後後面有一個極電環 我們這個極電環是兩個圓形的極電環 這樣的叫做交流發電機 是我們上課主要教的 如果把它改成兩個半圓形 相對變成所謂的直流發電機 直流發電機 這個我們不太 我會講一下 但是我們基本上不太教 我們教的是交流發電機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交流發電機 然後它有兩個圓形的 那我們如果以左邊這個線圈為主的話 它永遠都接在後面這個極電環上面 然後它當它在左邊的時候 電流是這樣子流進去 所以是電流是這樣子流進去 等你轉到右邊的時候 變成電流這樣子流出來 變成這樣子流出來 所以呢 方向會相反 所以一下子這邊 一下子那邊 所以方向會相反 所以叫做交流 所以要交流發電機 你看到這個圖你就發現 第一個是方向有相反 上面為正下面為負 第二個你知道大小也不一樣 大小也不一樣對不對 有變化 我們國中不理大小的變化 我們國中只管方向有變 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 方向有變化 這樣叫做所謂的交流發電機 所以廠磁鐵 電書 極電環 兩個圓形極電環 這樣叫做交流發電機 名詞要知道有人會問 OK 那如果把它改 叫電刷控道 讓它能夠把電導出來的 這教過的 OK 那如果把它改成兩個半圓形的極電環 就變成叫做直流發電機 因為它如果在左邊的時候 就會接這裡 在右邊的時候就會接這裡 所以接這裡的時候 電流永遠都是流進去 這裡永遠都是流出來 所以方向都會維持不變 所以要直流發電機 直流發電機 如果你看旁邊這個圖 就發現它的方向都是正方向 所以是只有一個方向 但大小也會有變化 不過我們講過了 國中不管大小的變化 只管方向的變化 OK 這叫直流發電機 我們原則上不太交 我們主要放在的是交流發電機 那我們說它有磁場變化 就是我們講過的磁通量 垂直通過的磁力線數目 你跟你的磁力線垂直的時候 就是全部都垂直通過 轉成跟磁力線平均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垂直通過 所以轉一圈的時候就會有改變磁通量 改變垂直通過的磁力線數目 所以有磁場變化 但我講了國中沒有這樣子交 也沒有仔細的講清楚 就只告訴你說 這樣子有磁場變化 所以就有感應電流 細節我稍微帶一下 但是也不會講太仔細 因為國中並沒有交磁通量 這個意思 OK 剛才講過了 每轉半圈 左邊右邊電流方向會不一樣 所以它每轉半圈 電流方向就會換一次 電流方向就會換一次 OK 都知道有人會問 轉多少圈 電流方向換一次 每轉半圈就換一次 每轉半圈 你就看它的圖上面給你顯示的 當我在這個左邊的時候 我電流是這樣子流進去 右邊的時候電流是這樣子流出來 等它轉到這裡就變得流出來 所以一下流進去一下子流出來 方向會換 所以一下子正方向 一下子正方向 一下子負方向 每半圈換一次方向 這個意思 OK 好 那就如果是直流 那就是沒有變 沒有變 沒有變 就維持固定的方向 都是正方向 OK 好 那這就是要跟你示意 為什麼會有換 來我們先看這樣 我們看紅色這一塊 現在呢 它是遠離N級 所以這一段它要升S 紅色要升S 轉了以後呢 現在變成接近S 所以要抵抗S 所以它也要升S 所以這段時間它都是升S 然後現在變成接近S 接近 對不起 我剛剛講錯 它如果是要 那個 好來我們重來 我們現在 遠離S我要升什麼 N 紅色要升N 因為要想來不讓它要走 不讓它走嘛 我不要走 所以我要升N 然後再轉 現在變成接近N 那我就要升什麼 我就要升N嘛 我不要你來嘛 我不要你來 然後呢 現在變成遠離N 我要升什麼 我就要升S嘛 對不對 我要升S 然後呢 變成接近S 我要升什麼 我要升S嘛 所以有一半都升N嘛 有一半都升S嘛 所以每轉半圈電流會 變化一次嘛 變化一次 就這個意思 OK 它就會交流嘛 那我剛剛講過了 它是大小也會變 變方向也會變 交流發電機發的電 大小跟方向都會隨時間而改變 那國中不管大小改變 只告訴你方向會變 只告訴你方向會變 大小的變我們就不理它 為什麼長成這樣子 我也不要管 那以後的事情 好來 就這個其實我們問過了 就是感應電流有哪些影響因素 所以你如何可以讓它變大 有三個方法 你就要講兩個吧 有三個方法 你就要講兩個吧 帥哥美女 好來 找一位大帥哥或大美女 好來 我們找大美女好了 上囉 什麼方法可以讓感應電流變大 哪些因素 哪些因素會影響感應電流 哪一個 你說哪個磁場強度還有嗎 他有告訴你個答案 增加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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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我們前面交過哪些因素會影響感應電流 紮數低度 磁場強度 還有轉的快慢 轉的快慢 就是所謂磁場變化率嘛 磁場變化率 你發電機已經做好以後 可不可能再改變磁數 不可能 你的發電機做好 廠磁鐵擺好之後 長度會變嗎 也不會變嘛 所以你可能變什麼 轉的快點或者是慢一點 轉的快點或是慢一點 除非你的磁鐵是用電磁鐵 才有辦法說可以讓它長一點或者是弱一點 所以你發電機做完以後 以上磁場怎麼做 就是讓它轉的快點或者是慢一點 改變它的感應電流的大小 就是告訴你說 回音是複習啦 哪一些因素會影響到感應電流的大小 就是跟各位先介紹一下發電機的構造 然後交流發電機的狀況 讓各位能夠了解 OK